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戒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。 娱乐圈内的艺人到底有多少呢?他们的友谊到底有多么的坚定呢? 网友似乎无法说清,但是对于很多合作的艺人而言,也是人生必备的路程。 最近娱乐圈艺人杨幂和谭剑刺,再次上了大家的视线了,有八卦自媒体曝光一段,杨幂和谭剑刺等人私下聚餐的视频。 视频中,谭剑刺乘车来到某餐厅,结束后杨幂与助理先出门,随后谭剑刺与好友出来,临走好友还给谭剑刺底薪,接着司机送谭剑刺离开。 据悉,杨幂和谭剑刺曾经一起参加某综艺活动,俩人现在都在横店拍戏。 作为一个艺人而言,杨幂是娱乐圈内一个一线的艺人,她的名字也是大家稀罕的女星之一了。 在出道的十几年里,先后出演了多部影视剧,那么除了参与影视剧演出以外,杨幂还多次参与各类综艺节目,其中包括明日之子,逆时大逃亡,达人秀,其他说,花儿与少年等。 在这些节目中,杨幂作为一个艺人,跟其他艺人一起互动了,比较知名艺人包括魏大勋,网友发现作为一个男神呢,他俩一起互动的时候,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,一起逛街,一起喝奶茶,一起在综艺节目中有爱的互动。 网友认为这是他俩有互动的那种感觉了,甚至有一种愿安那种错觉了,艺人之间的那种感觉也是比较温尿了,因为如今魏大勋和秦岚在一起了。 虽然女比男大将近十岁,也是那种妥妥的姐弟恋,甚至有些网友觉得差距太大了,在娱乐圈里女和男的相差太大,具备很大的不稳定性,所以不被网友看好,认为这不是比较靠谱的爱情了,但是确实是你情我愿的那种感觉了,所以大家比较尊重她们的那种感觉了。 那么这次网友呢,看到杨幂和坦坚次一起互动,也是格外的抢眼了,随着长相思的热度逐渐下降,而她积压的剧和正在拍摄的剧,也都还没有传出开播的消息,而已经过审的烽火流金也没有宣布定当,所以也只能靠着她偶尔的消息过一过眼影了。 《长相思》作为一部充满情感和戏剧性的作品,无疑给了观众们下集的美好时光,坦坚次在剧中的出色表现,不仅让角色向柳更加生动和感人,也引发了观众对于爱情与牺牲的深刻思考,期待第二季中,她的角色能够继续带来,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。 众多粉丝和媒体,对坦坚次的私生活极度好奇,他们想知道她是否有恋情,又或者是否有其他未公开的消息,这种好奇心自然引来了狗仔队的关注,他们不断追踪她的动向,试图揭开她的秘密,对于坦坚次来说,如何保护自己的影子,成为了一项不小的挑战。 坦坚次参加了综艺节目《你好星76》,与常相似的剧组一同亮相,在这个节目中,有许多肢体互动的环节,但与她与张婉姨之间的自然流畅,互动形成鲜明对比,她与杨子之间的互动似乎显得有些拘谨,张婉姨牵着杨子的手。 与此同时,坦坚次则握住了她的手腕,这一情节激发了网友的热议,引发了各种猜测,坦坚次是否已经有了一位特殊的女朋友,以至于她如此巧妙地避免了尴尬呢? 有些人甚至猜测,或许杨子也认识这位神秘女友,因此她也采取了相识的策略,不让事情变得尴尬,媒体狗仔们则在背后交头件,暗示着这个消息似乎有点悬之又悬。 然而,我们不妨以更宽容的心态,看待这些明星们的举止,毕竟他们也是普通人,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考虑。 这也是娱乐圈的一部分,总是充满了谜团和猜测,尽管狗仔们声称他们的消息来源可信,但他们既没有确认真实性,也没有透露更多内幕信息。 显然,他们只是想在媒体上制造一些轰动效应,有关谭剑次隐瞒婚姻和生子的传闻早已传开,甚至有人传言说这些消息是由他自己泄露出去的。 在李佳琪的直播中,谭剑次曾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些令人猜测的信息,他提到我经常给孩子,这句话让人不禁思考,是否谭剑次已经成为了一位父亲。 而在之前的综艺节目中,他也曾意外地透露,火节,以及一次提到,带着孩子看剧本,虽然这些话没有完整地表述出来,但一些敏锐的网友不禁开始研究这些蛛丝马迹,一个人的下意识反应有时会透露出很多信息。 这引发了一些粉丝的猜测,他们纷纷猜测,谭剑次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位幸福的父亲。 还有人甚至猜测,难道他在走红之前就已经结婚,并迎来了自己的孩子吗? 谭剑次已经出道多年,而且早期男团时代的往事,也已被曝光得差不多了。 至今,没有听说哪位前女友依然与他有联系。 一些知情人曾透露,谭剑次的前女友与他分手后,两人关系保持得相当干净。 现在,连他的粉丝也表示,随着年龄的增长,队友们纷纷结婚生子。 谭剑次如果真的已经成家,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只要他不刻意炒作单身形象,大家似乎都会宽容地接受这一现实。 谭剑次在表演中注重踏实向上,走好每一步。 以其扎实的演技和深情的表演风格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他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和专业态度,传递角色情感,使观众产生共鸣。 这种实力也是他在演艺节获得,认可和赞誉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他是一位非常努力和认真的演员,通过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,展现了自己的实力。 谭剑次展现的这种向上努力,且不太在意结果的生活态度。 数据一直遥遥领先,以至于谭剑次粉丝早早把,将柳独抱的口号打了出去,笔时粉圈完全不限于和同去男演员比拼。 各种数据对标的直接是女主养子。 有一说一,像柳独特的扮相和美强惨人设确实吸粉。 而从谭剑次来时汹汹的后续来看,他弟弟确确凭借长相思迈入了流量圈。 他说就是慢慢来,我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快,但我觉得慢慢来时会有惊喜。 他注重过程中的努力和专注,只要自己认真做了,尽力了就好。 这种积极的心态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,也激励和启发了一些可能有些懈怠的人。 四方馆是谭剑次的新剧,故事以英国的外交机构四方馆为背景,充满了热血和家国情怀的情节。 谭剑次的角色是袁莫,他是一位理想报复兼拜,且具有强烈报国信念的青年。 谭剑次透露,四方馆不仅仅是一部清喜剧或破案的故事,更是一部富含生活情感的古代情景喜剧。 他强调,该剧中的每位角色都力提及饱满,这也是他选择这部剧作为作品的原因之一。 尽管7月四方馆即将开机拍摄,然而在已被拍摄到的照片中,谭剑次始终佩戴着口罩,只展现出他的双眼,甚至在服装的选择上仍保持个人的风格。 新剧的整体造型依旧保持着高水准的保密状态,这一次的造型转变让人对。 谭剑次在四方馆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,他的勇敢尝试和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,让他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演员。 无论是在剧情还是形象上的努力,谭剑次都展现出了他对角色的专注和敬业态度。 通过四方馆,谭剑次希望能够给观众,带来一部既有笑点又有温情的古装剧。 这部剧将以用国外交机构四方馆为背景,展现出这个特殊机构中发生的故事和冒险。 谭剑次的表演和新造型的曝光,都引发了观众们的极大兴趣。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,看到他在四方馆中的精彩表演。